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字节 小清以前拍过 鱼菜共生钢的影片 我决定对这个主题 发起决斗 我要种出真的能吃的菜 这样午餐就可以加菜了 那这个时候就要呼唤 曹鷹老天爺 老天爺 請給我魚菜共生鋼吧 曹鷹老天爺很慷慨 居然一次就給我了兩個魚菜共生鋼 那就開始來射鋼吧 先來用豆魚的鋼 我的底砂是配黃金流砂 先加個水 加水的時候把盆子蓋回去 防止水沖到砂質變濁 那頂層種草的盆子 裡面有一條繩子是用來吸水的喔 如果水位比較低就要靠它來吸水 但是勒 我預計水會加比較滿 這個繩子嘛 來都來了 就把它從盆子底下的洞穿過 裡面要放河沙 可以找胖胖杯 把盆子放在裡面 河沙就豪邁的給它倒下去 然後有一個比較小的河沙 是去偷偷挖小青的全聯養蝦魚缸 現在魚缸用到多少預算了 魚菜貢生缸195元 加上五分之二的流砂60元 五顆沙勞月天然河沙鋪底 大約15元 那這一缸的實際成本大約是270元 再來孔雀魚的 底沙 底沙用白色皮卡丘的底沙 盆子底部放越世界石 從阿德熬蝦缸偷來的 阿德熬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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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水做大雞砂鋪到最高 放這兩種頂扯的石頭 是為了增加水的硬度喔 其他步驟都跟鬥魚缸的 是一樣的 魚菜共生缸195元 加上五分之二的鼠砂48元 三分之一的大雞砂 大約是106元 那這一缸的實際成本大約是349元 魚菜共生最重要的三個主角 就是魚 和菜 還有消化菌 魚吃東西排泄後 這時候消化菌開始要工作了 消化菌是一個統稱 分別會有鞍氧化菌 和雅硝酸氧化菌 把鞍轉換成雅硝酸 再轉換成硝酸 植物再吸收這些養分 同時也是幫魚把水中的廢棄物質除掉 魚菜共生缸 在台灣從來不是什麼超特別的話題 因為國中都有教 只不過 要把課本教的東西 搬到限時中 做出像這個大學生可以放書桌 上班族可以放在辦公室的小魚缸 好看又能採舟來吃 那可以養什麼的魚 又可以養什麼菜勒 我先從魚來說好了 重點就是 適應力夠強 以魚菜共生這個主題來說 正常應該是要做 較高密度飼養的 但這個魚缸就不建議這麼做喔 因為沒有額外射打氣機 密度太高怕魚汁缺養 那這個魚缸也就不建議做混養囉 我會建議養一些 環境需求較低 且好飼養的魚 像是 斑馬魚 豆魚 孔雀魚 特性是要吃得快拉得快 那你種的菜才會長得比較快 其實理論上 幾乎所有的菜都是能做水耕的 那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種菜的技術 但高超技術不是人人都有 我也沒有 其實養魚對我們草飲來說 比較不會有問題 但種菜就很容易出事 像我試種的小麥草 還有發霉 歸咎原因 是要把沒有發芽的種子挑出來 那少做了這個動作 才會發霉的 另外會遇到菜爛掉的原因 主要就是太潮濕泡到爛掉 以之前影片 種洋蔥 地瓜葉來說 當時如果懸空讓根 自己找水源 會是更好的做法喔 那如果想要培育 萵具 空心菜 香菜 不管是軸根 或是虛根 會建議買來的菜苗 先用水苔 把根包起來保護好 那外層再用這些 石頭底砂 這樣就可以避免根系 受傷 跟爛掉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始 處理種子吧 這個是小麥草種子 是給貓吃的 這個要先泡水 6-8個小時 冬天 10-12個小時 這個是我們已經先浴泡好的 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泡完水的 已經膨脹了很多 之後再把水倒掉 用白棉當底保濕 上面放長筋紙 水倒掉 那綠豆跟紅豆一樣也要泡 6-8個小時喔 小麥草發芽了 要挑有冒芽的種子來種喔 綠豆的效果比較好 幾乎每一顆都有冒芽 小麥草 紅豆嗎 爛掉了 測試過好幾次都不冒芽 知道的請留言教我 現在來種小麥草和綠豆 把有冒芽的平鋪在石頭表面就可以了 因為想加速植物的生長 因為想加速植物的生長 所以我用5瓦的照明燈 其實不一定要用燈具喔 價格縮時攝影機機記錄一下 生了生了生了 水變超濁的 孔雀魚在我們放假的時候偷生 誰叫你偷生的 孔雀魚因為是軟胎生 生長的時候會有胎水 如果沒有趕快處理 水質會惡化 換水頻率 正常情況下 每三天換一次就好 如果有平凡餵食 要更常換水喔 用這個孔雀缸來做示範 目前裡面有小魚 所以我有用粉末狀的飼料 加上比較平凡的餵食 所以水變濁的速度就會比較快 那要換水之前 先把上面的盆子拿起來 用小杯子撈水 加水的時候再把盆子蓋回來 把事先準備好的水倒進來 這樣就可以啦 另外是當你發現水已經開始變濁 就要立即處理 像是孔雀魚生小魚 或是裡面有魚汁陣亡 都會快速讓水惡化 就要馬上把水換掉喔 孔雀魚魚乾換水的時候 我有做一些調整 原本頂層的盆子 我是把沙子放滿 但考慮到魚汁數量變多 要增加空氣進入的洞口 所以把大雞沙挖了一些起來了 水分的水分 然後用水分的水分 你們看這些不長進的綠豆 貓草長這樣 豆芽長這樣 豆芽長這樣 我猜是因為之前的水位太低了 上面的燈把水分烤乾 那最好的高度就是 看到盆子內的石頭表面 有一點濕潤的狀態 讓種子接觸到水 這樣就不會發生 種子乾枯死亡的現象出現囉 後來把水煙高一點 就有幾顆長回來了 但其他好像沒有救了 再泡一杯補中了啦 我的午餐很多災多難 植物的根系已經往下延伸到水表下面了 代表的植物會吸收水裡面的鞍蛋 作為它的營養來源喔 還有另外一個發現 用這個魚菜共生缸 種出來的植物 跟在用白棉種出來的植物做比較 可以看出來 魚菜共生缸的筋比較粗 還有魚菜共生缸的剁芽菜葉片 明顯的比白棉的大片 由此得知 有穩定的提供養分給植物 會讓它們生長的更快也更強壯 那這次的種植下來有發現說 豆芽菜跟小麥草的葉片 會朝著光線的位置生長 那建議這種魚菜共生缸 正上方多一個光源 才不會因為室內燈的位置 全部都長歪囉 若發現魚缸缸地出現藻類 就要注意是不是光照過久導致 可以縮短光照的時間 清理的話比較建議用刷的 或放工具螺 但數量不能太多 比較不建議放工具魚 畢竟魚圓球缸是沒有顧濾器的 會有死亡的風險 那也可以丟一兩根金魚棗 除了幫助吸掉水中的有機鹽 預防生棗類之外 還可以行光合作用 提供魚汁的氧氣 這一缸的豆芽菜長高了 可以收成囉 你看 這個是我種的 七日魚便便培育之黃金豆芽菜 午餐可以加菜了 把豆芽菜泡進去我的泡麵裡面 味道究竟如何呢 就吃菜了 相信大家今天也有滿滿的收穫 那這次的贈品是 有什麼想說的 想問的 都歡迎在影片下留言喔 我們將從留言中隨機抽出 有訂閱AC草雲水族頻道的草友 把贈品送給你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按下喜歡 想追蹤更多水族知識 請按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智傑 AC草雲水族 我們下次見 詞曲漏雲水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